那我問一下Tiffany 那以星座來講呢 有沒有什麼分 什麼烽火 水電啊什麼的 有有有 其實水象星座 我們常聽到的水象就是巨蟹 雙魚 天蝎 那麼是感情比較豐富的 然後也比較注重一些 待人處事小細節的 那麼風象星座呢 是雙子 天瓶 水瓶 是比較自由的 然後喜歡豐富的 奔走的 那麼火象星座呢 是獅子座 射手座 白羊座 是比較直接的 然後具有行動力的 那麼土象星座呢 是摩羯 金牛 處女座 是比較規劃性的 有邏輯性的 那這個粉紅啊 性啊 紙啊 好 這些就是能夠帶動 他們運勢的基本顏色 如果說你多穿著這樣的顏色 可以帶來不同的就是好運 那麼大體上呢 就分為總性質 比方說水象它比較感性 然後所以它要增強它感性的特質 或是增強它的藝術性 所以多穿粉紅色的 或是性色的 紫色的 可以增加它的神秘感 紅色的星座呢 就要多穿黃色 橙色 藍色 我對啦 我穿綠色的 我是火象 火象 我最喜歡紅色 金色 綠色 綠色 對 就是你自己什麼星座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顏色 你會不由得去喜歡它 對 對 OK 好 那我應該多買粉紅色的衣服 不紫色 你還是穿性色會好一點 粉紅色不太屬於你 幹嘛這樣 我感覺你抱錯戶口 我還是在擠給你媽媽的擠 你怎麼可能雙語拜託呢 OK 好 所以這個是按照星座來說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你們會照 我們通常講說我鼠木 所以我缺水 是這樣講嗎 也不能怎麼說 其實鼠木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水多深的話是比較好 要看這個 真正要看的話 是從紫微斗數 從四入八字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可能是這個金蜜或火蜜 你可能缺土或缺水或缺這個 缺金 所以這個要用白話文 跟第一次從小到大 聽金木水火土 可是不知道它為什麼會相生相割 對啊 所以要用白話文來解釋一下 OK 水生木很簡單 你種樹的時候沒有水它能活嗎 不能 所以有水木才能生嘛 是 對不對 木生火 很簡單嘛 鑽木取火 是 你沒有燒木頭怎麼會有火 對 火妖望一定要木來 木材來燒 那火生什麼 火生土 很簡單啊 你燒完的灰燼是不是就是土 落到這個土裡頭 是不是就是土 為什麼會生金呢 很簡單 所有的礦產都埋在土裡面 是嗎 所以土裡面會生金 這樣清楚了嗎 清楚了 這樣大家用白話文解釋 比較清楚 是 所以 木生什麼 木生 木生 所以說4月到8月的小孩比較笨 木會生什麼 火耶 木燒了之後會怎麼樣 會生什麼 木燒了之後要白起來 木要去 火 好棒喔 那水生什麼 水生 我生你啦 你是屬兔的 我是水 今天一定要把小拍拍弄到懂 我覺得觀眾朋友就會懂了 水為什麼會生那麼 可是我們叫必須一個愛吃蛋糕的人 你是花嘛 要澆水嘛 對 澆水之後那個什麼才能找 樹 樹 木 木 像我就少跟他們三個做朋友 我是水的嘛 然後他們土的 所以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好這是香生 那香克是什麼呢 金克木 金為什麼克木 我問你 巨樹要用什麼 巨子 巨子是什麼 金屬 金屬 是 對不對 所以金克木 斧頭是不是金子 也是金屬做的 對不對 所以金克什麼 木 好棒喔 謝謝 那 水克什麼 金克木 金克木 水生木 水生木 對 你講好厲害 我回來考他 木克 木克什麼 木克土 木克土 木層土本身是香生也是香克 木是從 土裡頭生的 是 要吸取它的養分 大家克它嘛 對不對 好棒喔 然後水來什麼煙 水來土煙 所以土克什麼 土克 土克水 好辣喔 小潘 我不用吃鴿子 我就變聰明了 不是 應該吃五隻鴿子 對 你還是趁早學一個一記之難度 沒有人家跟你一樣 我要學著跟上帝說話 對 我有跟上帝說這樣 他讓我有智慧一點 真的 對 好 小潘的耳朵那麼漂亮 一定會變聰明了 其實你只要 你就自己畫一個圖 做一個表 然後就繞這個圈子 對不對 然後反過來就是克嘛 對 然後回去就是奢 這樣子好不好 好 老實講啦 五行有香克也有香生 對不對 那 比如說像這個 克版 你不吃牛肉是為什麼 我不是牛肉 因為我是 牛肉是屬於什麼 牛肉是屬土 土 水來土煙 它克我 我就少吃它 再來是 是紅孩兒 我的爸爸是牛魔王 我的媽媽是鐵扇公主 所以你也不能扇扇子 還有另外一個 我是屬老鼠的 因為 老鼠之所以在十二生肖呢 會排名第一 是有一個民間故事 對 是最後在衝刺的時候 有一條河 大家都過不去 只有水牛過得去 小老鼠就跟那個牛呢 說這個 哇我們 你載我過去 然後一過去以後 它就蹦蹦蹦 它就得第一名 所以它排生肖是第一 還是真的 就是我有看到牛啊 或什麼的 幸運物的時候 我都會買一個 放在身邊這樣 所以你從小不吃牛肉 不吃牛肉 那你有沒有 曾經吃過牛肉怎麼樣 吃牛肉 就當天晚上 打一醬就輸一萬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去吃那個蒜羊肉嘛 小鐘他吃牛 他狂吃 那我就吃到個一片 我吃下去覺得 在聊天 吃一半的菜 等一下國賢又約我 我們沒辦法 就只好硬著頭皮上 對 害我第二醬完全都不完 可是美人姐 我下家比我輸更慘 美人姐我覺得這個吃牛肉 真的 我自己是吃這個見仁見智的方法 因為第一個這個 我的這個做房地產的客戶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他曾經就是賺很多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麥老師我那時候 非常喜歡跟客戶約 每次一約我就去吃那個帥牛肉 那個時候他非常旺 可是後來因緣際會 因為他的爸爸過世了 那他可能是因為還願 他就那個三年到五年之間 他不吃牛 後來因緣際會又吃得更輕 連蛋都不吃了 可是他發現他那時候 那個財運很衰弱 那最近兩三年開始 他自己感受到 我不曉得是怎麼 他跟我說 他是自己感受到 他又再重新吃回牛肉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氣勢有了 賺錢比較順 可是我也有一個相反的例子 來跟妳呼應 就是神經上 我們節目的那個 戴德良行那個顏秉莉 他也是不吃牛肉 他也還在吃牛肉 後來就不順 賣房子什麼 那個賤價什麼不順 但是做房地產的 然後呢 但是他有一天 就人家跟他講 你要好 你就不要吃牛肉 他真的不吃牛肉 他夠為簽約三個 所以他是因為不吃牛肉 因為這樣子他不吃牛肉 另外一個做房地產的是 因為吃牛肉才忘 所以還是要看個人對不對 我覺得是見仁見智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很好看